俗话说,好看的飞机才好飞 虽然这个观点比较片面 但一架外形舒展优美的飞机 总会让人忍不住多看体验 无论是喷火战斗机还是协和客机 都说明英国人在飞机设计方面 不仅具有正确的审美观 同时还蕴含着令人赞叹的艺术气息 但英国人的审美观并不总是正确 比如汉德利佩奇公司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研制的胜利者轰炸机 造型就令人一言难尽 有人说它的样子是被赌家争计朋克的科幻风格 具有邪恶的美感 也有人说该机每一处看起来都很合理 而拼接起来却违和感十足 只有外星人的审美才能设计出这样的飞机 如果说人们对胜利者轰炸机的外形 到底是丑是美还存在争议的话 那么1955年装备皇家海军的唐鹅反潜机 可以说是公认的丑出天际 这架肥胖的唐鹅是英国菲尔雷公司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研制的 具有反潜能力的舰载攻击机 有AS-1和AS-4型 共生产256架 唐鹅反潜机之所以长成这样 是英国海军经总结二战的反潜经验认为 靠驱逐舰反潜只是权宜之计 舰载机才是有效搜寻优艇 并将其击沉的利器 因此希望舰载反潜机 首先要具备长航时 同时还要有各种反潜武器 并且要安装对海搜索雷达 以及配备领航员和雷达操作员 可想而知 要满足这些要求 飞机只能被塞成胖子 在1946年海军采购竞标时 费尔雷的唐鹅力压群雄 凭借灵巧苗条的体态 击败了竞争对手布莱克本公司顺利中标 唐鹅机长13.1米 高度4.2米 翼展16.5米 空重6.5吨 最大起飞重量9吨 最大平飞速度每小时500公里 极限航程1050公里 升限7600米 唐鹅的机翼可分三段折叠 一根异形为NACA-23018 一间异形为NACA-23010 通过异形厚度和扭转角的过渡 来推迟异箭失速 同时 该机的起落架和着剑钩都异常坚固 肥胖的机腹开了一个大号弹舱 里面可挂在两枚轻型反舰鱼雷 或900公斤深水炸弹 机身后段安装着英国Echo公司制造的ASV-MK19 对海搜索雷达 统型外壳内的雷达天线会360度旋转 扫描海面 雷达操作员就坐在上方的尾舱里搜寻潜艇 中间舱室里坐着领航员 负责确定飞机在大海上的方位 前舱的飞行员是这架飞机的指挥官 一旦雷达瞎猫碰见了死老鼠 它就立即加速向漏头潜艇的方位冲刺 在其仓皇下潜时发起攻击 只要机组三人配合默契 唐鹅就是一款威力强大的 查打一体反潜飞机 同时它还是第一款在航母上起降的 涡轮螺旋桨飞机 特征就是中后段两侧有排气口 而螺旋桨整流罩下方有很大的进气口 飞行员就坐在阿姆斯特朗 西德利ASMD1型 双慢巴涡桨发动机的上方 它的两个动力单元分别向机身侧面排气 从总成看 这台引擎实际是两台涡轮发动机 各自通过传动轴驱动同一个减速器 然后再带动讲照里的行星齿轮组 使两幅螺旋桨共轴反转 因此这是双发双桨合二为一的紧凑涡桨动力系统 这两个桨盘会互相抵消反有力举 使飞机飞行稳定且易于操纵 同时穿过前桨的气流具有切线速度 造成后桨实际气流的流速和迎角均有所增大 桨盘出力进一步提高 因此后桨通过吸收前桨气流的切向动能 使效率提高了8%到15% 但这样还是不够省油 为了增加续航时间 这套2200千瓦的动力装置 在续航飞行时会关闭其中一台发动机 就像汽车8缸变4缸 套一半动力凑合着飞行 使续航时间超过5小时 因此这个臃肿的胖子其实既有爆发力又有耐力 同时它还有雷达加三双眼睛 以及一肚子武器 从专用反前飞机的角度看 唐鹅的设计非常成功 但是从飞机的角度看 它还是瞅出了天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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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